孩子們可以快樂的比較不受拘束 但是相對著我們做家長的就非常的擔心 擔心孩子在各段時間步入企圖 或者受到比較不好的引誘 我想過去大家一直認為說 青春專案只是警察局的業務 因為我們都知道警察局 我們要反毒 反飆車 反霸凌等工作 實際上淡化縣政府 這次統合了我們所有各舉處 不是應該做的事情 一起為這次青春專案 來做一個整合性的努力 包括我們社會處 他們有關於性侵害 以及我們性評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教育處 有很多的反霸凌 相對的一些教育工作 包括我們的警察局 孩子們的抽菸 各方面的督導 以及我們的消防局 有關於我們這個防禮 跟相關的工作 剛剛重則發言 還是在警察局 反毒 反飆車等等的 這些部分 以及違反地方的舉例 也都在我們新政府 當然是校外會做一個統合的部分 我們勞工處 也不要擔心孩子們 去打工過程中 會不會出事情 我們的警律處 以及我們這個安全 以及查信的一個部分 來做努力 實際上我們這次呢 就是希望說大家一起來 我們除了防禮以外 實際上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警察局規劃了 三對三的鬥牛賽 就是希望說孩子們 能有一個更正常的 這個修行空間 包括我們的這個社會處 也會規劃了年輕人 最愛的這個演唱會等等 那包括我們農業處 以及我們的這個 成官處也在規劃暑假期間的 防空與火節等等 最主要就是讓青少年 還有我們家的家長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 一個這個修行光光的一個 這個娛樂可以參與 度過一個快樂的 一個暑假生活的話 那最後我想再次呢 謝謝